这是我见过最奇幻的庇护所 它的建造方式十分独特 利用树枝加粘土搭建而成 富足的空间不仅能容纳一人居住 宽敞的客厅让人无拘无束 其酷似棕雄头像的设计 更是避免了野兽的攻击 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 爱露营的老白又一次来到了身上 他穿过一条贯穿丛林的小溪边 发现了一处开阔的斜坡 其坐北朝南的位置每天都能沐浴在阳光里 当即决定在这里建个小窝 只见他先用分晶定位数 将木棍镇压在泥土表面 以一点为中心划分出大概的轮廓 接下来就是沉浸式挖土的时刻 一把铲子在他手里舞动的蛊蛊声威 像这种带有石头的土块顺便都给紧出去 好在这里的土质比较松软 让他挖掘起来轻松许多 很快在斜坡上开辟一个机坑 看样子起码有个一试一听 有了合适的地基座辅助 他当即去收集一些不成材的小树 既然成不了花一朵 干脆用来搭建庇护所 像这种躺平的树胸 老白通通都给收入囊中 很快就绑来成群结队的木棍 接着开始进行加工 把木棍的一端通通都给削尖 相对于粗壮的原木 这种细长的木棍 更适合搭建一座奇幻的庇护所 只见老白把木棍一根根穿插在机坑里 围成一个弧形的轮廓 并用一根根细木棍串联前 让彼此紧密的团结在一起 交界的地方再用铁丝进行加工 这样就得到一座简单的基础架构 由于现在是秋季 雨水也是特别的旺盛 老白不得不畏雨绸缪 先给自己烧一壶山泉水 泡上一杯浓缩咖啡 好让自己随时保持体力充沛 接着开始继续搭建起来 只见他把细木棍一根根排列上去 每一根木棍都要稳扎稳打 每一个角度都要深思熟虑 虽然没有规划好的图纸 但是老白每个步骤都是了然于心 要是荒野建造分段位的话 老白绝对是个王者 无论是奇思妙想的设计 还是实践中积攒来的手艺 都无不彰显着大师的风筝 很快就已经搭建出大体的雏形结构 尽管整个框架看上去比较单多 而且感觉木棍都是歪七扭八的 但一点也不耽误老白的行动力 只见他把几根细木棍拼接在一起 就可以给熊大的脑袋进行装饰 老白在检查了一圈以后 特意自己试了试 180斤的重量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看得出来老白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 当即决定把庇护所一圈重新改造 来增加整个门廊的使用面积 接着找来这种细软的柳枝 将其横竖穿插在一起 使得整个庇护所的变得更加紧密 现在万事俱备指前东风 只见老白去收集一些上好的泥土 这些黄土本身具有天然的黏性 如果再对上生命的源泉 就能完全激发其内在潜力 做出来的黏土无法用语言形容 现在只需要把黏土贴合上去 使得整个庇护所添加个外衣 接着展示一套精湛的辅工 把一根普通的木棒雕刻出精致的獠牙 安置到前排门廊的位置 老白一连安排了四个獠牙 不得不说现在着实看起来有了雄大的样子 而且内部的空间也是非常宽敞 接着继续给庇护所进行修缮 有了黏土的加持 使得整个粗糙的外表 看起来更加的丝滑给力 严谨的它边边角角都没有落下 直到大雾弥漫在整个山 老白这才把黏土覆盖完成 转眼间一场大雪悄然而至 这里的天气就像个爱耍脾气的孩子 动不动就要给你来两下 虽然天气渐渐冷了下来 这也阻挡不了一颗炙热的心 只见他收集来这些扁平的石头 这些都是搭建壁炉的最佳建材 既然要长久地居住下去 肯定要解决寒冷的问题 老样子先点燃干柴烈火 随着火势越来越旺盛 整个室内也弥漫着浓烟 呛的老白可是不轻快 总结了之前的教训 他打算重新改造一番 准备给壁炉安装个烟囱 不得不说在野外 黏土简直就是万能的粘合物 无论是搭建房子 还是用来制作烟囱 都是缺一不可 而且这个烟囱的造型 完全可以随意拿捏 第二天一早 老白拾来一张废铁皮 他把中间结了的小口 并将其改造成炉盖子 这样就不怕烟的回流 鼻孔也冒出一缕鸟鸟吹烟 不过老白仔细观察发现 干裂的泥土表面 还是有一丝丝青烟冒走 有着十年强迫症的他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又重新搅拌了一些粘土 再加上自己两年半的揉面技术 继续给干裂的表皮图拟一遍 使得其表面看起来更加丝滑 现在整个庇护所 无论是正面看还是侧面看 都已然达到了颜值巅峰 接着去一旁收集一些不成材的小树 像这种精壮的原木 早就被老白相撞 将其收回来以后 二话不说直接开始加工 现在有了合适的板材 就可以用来把门口相识名地 在把门框重新修正以后 保险起见他又用木棍进行加固 这才用邮局把原木结成一片片 将其横竖拼接在一起 虽然没有不予华丽的外表 但安全感这块没得说 现在只需要连接上荷叶 就能让它们洗劫连里永不分离 面子好了看里子 老白继续用粘土把内部涂抹一遍 而且过程中还要预留出置物价 用来储存基本的生活物资 而且在一旁还捏了个可爱的小熊 现在整个室内变得长亮许多 为了能让自己睡得更加舒适 他继续用木蹲子当做床腿 用细木棍当做床体 将其固定好以后 他找了一根精状的原木 并用油锯切割成一片片木饼 爱干净的老白 将其铺满在整个粗糙的地面上 而且每个缝隙之间都要用木屑进行填充 都说野外生存不养闲 老白的手艺也算是顶级 不管是外部的设计 还是内部的打造 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理念 这以后就是他在野外的单人床了 随后他去一旁的瀑布下洗了把脸 接着又继续干了起来 只见他用细木棍 三两下拼接一个懒人影 顺手又做了个一体式的小餐桌 现在整个家具也算是齐全了 老白也是把所有的生活用品陈列开来 看着室内被安排得井井有条 老白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当即准备奖励自己一顿丰富的美餐 当他拿出一整个配其肉的时候 不得不说我羡慕 别人慌也都是三天饿九顿 老白却是营养又丰富 带着放进陶罐里面 再撒上让人鼻孔敏感的小香料 就可以放进灶台里面加热一番 至此老白的庇护所也算是完成的差不多了 他可以独自在野外吃着香喷喷的美食 悠闲着享受大自然的生活 随着天色慢慢按了下来 老白点燃蜡烛 关上安全感爆棚的木门 收拾好被褥以后 在壁炉的温暖下 安详地睡了过去 这是什么顶级享受 男人在零下三十度的冰天雪地 扶手搭建出气派的土木小屋 室内的壁炉不但可以做饭 还能充当火炕解决寒冷问题 当别的老人还在跳广场舞的时候 这个六十岁的老头已经玩起了野外建造 就是想退休以后有个可以老有所依的家 他准备在斜坡上搭建庇护所 首先就是要挖出合适的深度 好在这里的泥土比较松软 这让他挖掘起来没下太多力 很快就挖出规整的机坑 以及可以方便行走的门浪 而里面他开始挖出一条条小沟 铲子在老张的操作下 精准地凿着每一片泥土 这就是老张提前预留出来的土炕 以及搭建灶台要用到的地基 不得不说老张非常有远见 还没有开始搭建庇护所 就想着给自己做个取暖的灶台 这些细腻的黄土就是最好的材料 只见他在附近打了捅生命的源泉 顺手请他们喝上一口山泉水 这样搅拌出来的黏土 才是野外最强混凝土 随即他把附近的石头搜刮一空 这些大理石就是打造壁炉的最好建材 只见他一块块将其码好 缝隙之间还要用泥土进行填充 看着平平整整毫无违和感 而且顶部还要用石板继续堵盖 直接铺设到烟道口 这个时候黏土的作用就显而易见 有了他来做防护 密封性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老样子先点燃干柴烈火给壁炉进行烘干 随着大火越来越旺盛 他顺势在一旁挖出几个半米深的机坑 然后用听接好的木板划分出大门的位置 不过在这之前要用锡纸把底部包裹住 这样才能保证其使用的寿命更持久 在用泥土给夯得结结实实 完成好这些以后 他继续把力柱分别固定在机坑里 将带有凹槽的原木精准地卡上去 用十厘米长的钉子进行固定 搭建成一座中间高两侧低的局面 此时只要把船子挟着搭建在屋顶 就得到一个三角形框架雏形 为了保证其稳定性 中间必须要放一根粗状的防粮 这样搭建上去就会劳稳许多 有了结实的框架做基础 顶部再用木板一片片叠加着铺设上去 这种斜面屋顶既能有效过滤水 搭建起来也是简单实用 虽然看起来不够精致 但老张主打的就是真实 就地取材物尽其用 把能不花钱的东西统统都用了上去 侧面的空隙处不平整也没关系 用石头垫高就完事 再用木板一片片铺设上去 然后把多出来的黄土进行回填 这样才能防止四处溜大的小风乱跑 而门脸的位置 继续采用相同的手法叠加着固定上去 除了预留出门窗其余全部覆盖 至于大门的位置老张主打的就是统一 虽然老张不是木匠出身 但这手艺也是相当的真 不管是整个房屋的设计 还是手法上的记忆 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很快就把边边角角安上了挡板 这样就会方便后期的回填工作 然后他用塑料薄膜替代玻璃 虽然条件是差了点 但采光性也是没得说 带着用领条进行逆风以后 天气也是升腾起来大雾 老张也是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他收集来这种干燥的松枝 然后全部铺满在整个屋顶上 接着用黄土进行覆盖 这种双层防护更安全 就像有八块腹肌的我一样给力 为了防止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他把搅拌好的黏土加上石头 顺着腌道口一层层向上垒高 再用黏土把烟囱全部涂满 带得完成好以后 为了拉伸整个庇护所的氛围 他继续用干燥的松枝给一圈做绿化 接着调制好防护漆 给庇护所披上一层外衣 好看的同时还老有所依 现在从正面看有了家的样子 隔天一早外面就已经覆盖一层白雪 寒冷的冬天说来就来 幸好老张提前建好了房子 不过也要在门前做好排水沟 虽然庇护所处在斜坡 但融化的雪水很容易倒灌进来 带得完成好以后 老张准备做一顿大餐奖励自己 只见他把肉馅碾压成饼状 然后起锅烧油放进去煎炸一番 就在做饭的功夫 外面已经是银庄素果 遥遥望去白茫茫一片 这种大雪风扇的感觉很解压 老张也是赶紧清理出来一条过道 毕竟自己一个人注意 要保证安全 以防有不小心被埋的风险 回来就吃上了热腾腾的汉堡 带着吃饱喝足 看着眼前的风景 真是令人向往的生活啊